我们都希望身边充满着喜欢的人 那些人也都喜欢着我们 这样或许会很快乐 同时我们也会开始寻找认同 迎合别人 得到别人的认同 我们才会真的感觉自己有价值 这些认同可以消除我们的自卑感 让我们拥有自信 年轻时我们渴望父母的爱跟认可 所以我们借由实行他们的希望 来获得这份爱 出了社会之后 这个想法会根深蒂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会开始向身边的人寻求认同 包含我们的伴侣 朋友 主管 同事 等等 其实这些都非常不可靠 你会知道你在物化你自己 变成一个别人喜欢的东西 来赢得别人的爱 这是一个贬低自己的行为 内心深处的你也会感觉得到 而且会觉得远远不够 不断索求更多别人的反应来认定自己 你可能会想 为了获得别人的认同 我们必须先尊重并认可他人 互相接纳不同的价值观 我们才有可能也被对方认同与尊重 难道不对吗 但是你要想想 只要得不到认同 就会感到痛苦 当你得不到父母 朋友 伴侣的认同时 你就会变得没有自信 这样的人生真的算健全吗 就算是得到了认同 这是真的幸福吗 当我们为了得到父母的关注 而用功读书时 我们真的有喜欢读书这件事吗 当我们把工作的目的变成满足他人的期望时 这份工作做起来有快乐吗 当我们用银河的方式去跟喜欢的人聊天时 我们真的能享受聊天的过程吗 当我们要常常在意别人的眼光 害怕别人的批评 刻意压抑自己的本性时 你的感觉是 我知道 很难受 但要如何才能停止 所求外界的认同呢 你要做到的是 课题分离 所有人际关系的痛苦都是因为 自己的课题被别人干涉 或是一脚踩进别人的课题 只要能做到课题分离 人际关系也会产生巨变 要区分是谁的课题 方法很简单 也就是谁要承担行为造成的结果 像是我分享一个作品到网路上 这是我的需求也是我的课题 我想分享觉得对大家有用 而且能让自己开心的作品 如果你批评我拍得很烂 那是你的课题呀 我不会在意或加以干涉 但我会顾好自己的需求 不会因为别人的看法 来牺牲掉让我觉得有用的作品 别人要对你的选择 做出怎样的评论 这是别人的课题 你无法干预 别人要怎么想 不管是喜欢还是讨厌 这也是别人的课题 正因为做不到课题分离 才会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跟评价 才会不断寻求他人的认可 才会把原本应该属于他人的课题 当成自己的课题 像是你今天工作 被上司骂了一顿 但不管他骂得有多不合理 很明显那不是你的课题 不合理的情绪 是上司要自己处理的课题 你不用卑躬屈膝 低声下气 你要做得吃坦诚 面对自己的课题 不对自己的人生说谎 不去介入别人的课题 也不要让任何人介入你的课题 人际关系的苦恼才能为之一变 一切都会变得自由 课题分离听起来很简单 但为什么做起来那么难 因为满足他人的期望 过日子真的很轻松 我们也习惯这样生活很多年了 将自己的人生托付给别人 像是走在父母或社会期待的道路上 即便当中有各种的不满 但只要走在这条路上 就不会迷路 如果要过自己决定的道路 途中就会面临各种迷惘跟不确定性 但其实这种 将自己的人生托付给别人的生活方式 是对自己 也是对身边的人的一种不负责任 再来我们非常不喜欢被人家讨厌的情绪 我们会想着 为什么别人会讨厌我 到底自己哪里做错了 我是不是应该这么做才比较好 很自责 很懊恼 但是你能做到有人讨厌你 那才是你做自己的证明啊 当你拥有被讨厌的勇气时 你的人际关系也会变得更明朗 变得更轻松 大家可能习惯去看这一类型的书 觉得要很会social 八面玲珑才真的很厉害 其实在交朋友时 不是要去讨好所有人 你要做的事 就是呈现自己最真实的个性 快速分类出讨厌你的人 喜欢你的人 让中间灰色地带的人 在了解你真正的个性之后 开始选边站 心态上你要先接受 这个世界就是有人会喜欢你 有人会讨厌你 这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事 如果你借由戴上不同的面具 来迎合不同的人 慢慢你会发现 连自己也会开始变得模糊 搞到最后 大家可能都不怎么讨厌你 但也都不怎么喜欢你 结果全世界最讨厌你的人是谁 是你自己 你要接受会被讨厌的事实 做好课题分离 自己的情绪自己承担 别人的情绪别人承担 我们不会让对方侵犯我们的界限 我们也不会去侵犯别人的界限 当你过于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时 或是你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可 来去救自己真实的个性或想法 就代表你不够重视自己的需求 你牺牲你自己的人格 只是为了认同别人的想法 短时间内你可能情绪会得到满足 但其实这是个非常短视尽力的做法 每当你认识一个人 就要牺牲一下自己的需求 只是为了得到短暂上的满足 长期下来你会因为一直牺牲自己的需求 自己的个性 自己的灵魂 最后就会爆炸 这整件事情是有代价的 在整个世界 谁是你不能牺牲的人 就是你自己 你身边所有的人总有一天都会离开你 但唯有你自己是不能分开的 做最真实的自己 说任何你想说的话 表达最真实的情绪 会在意的人不重要 重要的人不会在意 当你想要寻求认可 限制自己在某种面具之下 这个面具绝对不会比真实的你更加漂亮 当然你可以因为不想被讨厌 因为不想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恐惧 你可以选择活在戴着面具的安全舒适圈 继续生活 的确没有什么人会讨厌你 但也不会有人真的爱你 最后你要不要踏出舒适圈 面对恐惧 这当然需要一定的勇气 同时这也是你的课题 没有人可以干涉你的决定 只有你自己能够改变自己 关于被讨厌的勇气 你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见